好 繼續回到我們的就是IJK 接下來我們的IJK LIVE 要看到的就是友天 在台北的Fan Meeting的精彩內容 好 我們也為各位預備了幾張照片 因為這一整天我跟友天一起工作 當然也對他有更多的了解 我們先來看到他來到機場的畫面 他來到機場的時候 因為穿的是這個假腳拖 他的這個機場時尚 跟所有韓國藝人都不一樣 他穿的是牛仔短褲 然後假腳拖來到台灣 一派輕鬆自然 對不對 我覺得是很能夠表現出 他個性的一張照片 那我要告訴各位一個內幕消息 想聽嗎 想 你知道Fan Meeting結束的時候 友天有說可以到他的休息室做一下 然後我就進了他的休息室 你知道嗎 那不是才剛結束Fan Meeting嗎 他又換假小拖了 假小拖達人啊 對 然後你們會在網路上 看到一張我跟友天的合照 對 他穿假腳拖嘛 然後上面已經穿的是白色的那種 有點像是內衣那種T恤啊 對 所以他真的很自然喔 然後呢我就想 哇 那這樣要拍照嗎 結果呢 他就說 拍照 好啊 來拍照 對 就讓我對他就是 覺得他的自然跟他那種隨和的那一面 我覺得有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那我不是有說 要送他那個台灣藍白色的假腳拖嗎 對 很多歌迷說我不能忘 我沒有忘 但是他還要再來 好不好 他再來的時候我再送 你們不要送喔 好 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呢 就是從這個廣告或戲劇來看到的友天 這個友天笑起來真的很像米老鼠喔 所以呢 很多的歌迷就很喜歡他的笑容 然後那天我記得在Fame Meeting裡面也很有趣 他竟然問我一個問題說 你有去韓國喔 那你去韓國幹嘛 那我那天在Fame Meeting上是這樣回答的 我去吃冰淇淋啊 對 忘了回答是 我去吃雞絲麵 對 因為最近都是他代言 他開的店 好 再來看下一張啊 下一張呢在戲裡面的那個 深情款款的感覺 然後很多的朋友呢 看到他這樣子唱歌 我就問友天 那你那個鋼琴還會彈嗎 他說大部分都忘記了 對 然後來再看喔 你看演技派啊 對不對 那個流眼淚啊 然後他在演戲的時候那個投入 這也是歌迷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來 然後看到了這個友天這張照片 很多的歌迷最喜歡注意的就是他的那個眼睫毛 因為他的眼睫毛特別長 對 所以很多的那個歌迷朋友們 一看到照片以後都想要先放大再放大 看什麼 看眼睫毛 對 那天啊就離他非常近嘛 對啊 再一看 乖 睫毛還蠻長的這樣子 帥哥啦 好 來 這一張不得了啦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一張他自己本身呢 是有被驚嚇到 所以呢 當很多的歌迷把這張照片 變成了那個應援牌的時候 你知道有天他就講他在唱情歌的時候 然後每次呢 唱情歌 然後看到這個應援牌 他就有點要唱不下去了這樣子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看到多樣貌的友天 那很多人非常期待的JYJ 在年底呢就會合體 那我們持續的會在節目中 為各位朋友來介紹更多屬於他們的一些消息 今天在我們節目中 IJKLIVE 就來看看友天在台北的Band Meeting 既然和好小的 psic",《男人所在臨壤》 我娘每次去Pand Meeting 我這些愛情保父母他也消沈渡了 NiJKLIVE D塊的感覺 我經常出現他們不問 我情願 Page ampl於三葉 我女看起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